因為高溫剛害先前至少停電超過10天的 中國四川省這幾天 隨著氣溫從高點回降 那麼境內一般的工商業用電 已經在28號中午全面的恢復了 大型的工業用電也逐步重啟 那麼央視就報導 四川這幾天局部地區有降雨 水力發電從最低值回升到了9.5% 再加上氣溫明顯的回落 也讓冷氣的負荷量至少下降 大約是1200萬千瓦 那麼目前成都綿羊等大城 商店都可以正常的恢復用電 電內的照明也可以全開 使用冷氣也不受限制 只是大型的工業用電至少還要等三天 才可以完全的恢復正常 那麼重慶市從24號直接宣布 無限期延長限電之後 截至28號晚間9點 還沒有看到取消限電的公告